由责案成长学院关怀协会办理的社区关怀据点 康寿乐志屋 县府卫生局 日前特地派员前往参访 看到长辈快乐的简简贴贴 及彩绘自己的生命绘本 令参访人员十分感动 也感谢据点有这么优俩的环境及课程的设计 帮助长辈们增进社区参与度 也加强了认知能力 我们在这个据点里面 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失智的长辈跟他的家属 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预防延缓失能失智的课程 然后看到长辈们他们有一些进步的地方 那我们今天在参访的过程当中 让我很感动的就是 长辈透过他们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绘本 来记录我们长辈的一个生活的点点滴滴 让我们长辈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了社会的参与 也增加了他们所谓的认知的部分 我们非常的感动 那也非常感谢我们社区里面这样的一个 我们的据点能够来提供这么好的一个环境 康寿乐至屋里的长辈 有些有家属在旁陪伴 长辈张央看到自己完成的作品 表示自己天天来上课十分开心 我是张央了 甚至86岁了 每天来这做工作 快乐好快乐 愿意愿最好 县议员赖燕雪以左岸成长学院关怀协会理事长的身份 陪同卫生局人员参访乐至屋 希望课程的设计能让长辈达到延缓失智的功用 如此也达到乐至屋照顾的责任 今天做的就是我们生命绘本 从这个生命绘本里面 每个长辈的想象力超级丰富的 那么也将家庭的所有的脉络 以及过去的点点滴滴 用心理的表达的方式 简简贴贴的方式来呈现出来 每个长辈呢非常的投入 我们看了呢都非常的感动 尤其长辈在制作的过程当中 互相的人际关系的一个讨论或是沟通 还有他们这个首脑的一个病用 都可以带给长辈健康乐活 而且能够延缓退化 我想也达到我们失智照顾的 一个责任跟义务 康寿乐至屋里的长辈们 每天到此量血压 上运动促进课程 及彩绘画画等等的 手工艺丰富的课程内容 县议员赖燕雪 希望有需要的家属及长辈 能多利用据电 来帮助长辈预防及延缓失智与失能 达到照顾长辈的责任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